蕊佳もの稀采 记者 杨佳 翰伊 啊 蕊佳的声な 令人 информ led 一点 厚索、刘图 那我们昨天 会不会听的不起 那我们昨天 有讲过一些 大的框架 那我们今天 来看一下 比较细节的东西 那在这里 我们首先 先问一个问题 就好像我说希望这两天的一个讲座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 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否和我们的教会 我们怎么样做事工 那所以我今天也是一样跟昨天以一些的问题的形式来开始 圣经辅导如何成为教会的事工的一部分 或者你如果可以把它问得更完整一些 圣经辅导怎么样可以和教会的不同的事工做一些的连接 我在教导圣经辅导的时候 在这过去十几年开始做一些的培训 我发现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说圣经辅导好很好 可是真的是来学习来真的是想要去更多的应用在教会里面的服饰里面 很多时候我会发现男生比女生少很多 那我也会发现很多时候来接受装备的更多的是同工 很少是一些教会的领袖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让我也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虽然大家都说很好 可是真的来接受装备的更多的是姐妹 更多的是同工 那其实如果跟我们对教会的运作 对教会的管理其实有一定的连接 很多时候教会的领袖 他们会把圣经辅导就好像我昨天说的 把它变成是事工的一部分 虽然他知道这个对教会的成长 对教会弟兄姐妹非常重要 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可能更多的 因为他有很多不同的事工 把这些东西更多的交给其中的一些的负责人 所以我会看到有一些的人他们会接受装备 可是这个就会造成有一些的影响 什么影响呢 就是说那到底我们在所说的福音 福音在行动 这个圣经辅导应该是在教会所有的层面都应该出现 那这样子就会造成了一些的张力 那我们来看一下细致里面 到底在圣经辅导怎么样跟门训 跟小组跟传福音 怎么样去做一些的配合 那如果我可以这样子说 其实圣经辅导跟门训 它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他们如果我们去思考的时候 它有同样的目标 他们有同样的意向 他们有一个同样的过程 可是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层面 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 我们讲到圣经辅导其实是帮助人 让人更加的认识圣经 然后把它带到神的面前 我拿下套了 欢迎 他把圣经辅导更加的把神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同样的做门训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学习不同的知识 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神学 其实最终的目的 也是希望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可是他们两个不一样的在哪里 不一样的在那个起点 圣经辅导更多的是 可能如果我们想的话 更多的是 这些人有一些人 有一些夫妻 有一些的团体 他们可能在生活里面面对挣扎 那所以他们去寻求帮助 在寻求帮助的过程里面 我们学习了怎么去运用神的话语 我们怎么样学习 仰望神的恩典 去活出每一天的生活 那这个是从圣经辅导的层面去看 怎么去改变 那门训的话更多是 我们来讲一个议题 我们来讲三一神学 然后我们再去讨论这些的神学 圣经所说的这些东西 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如果当我们可以把门训 跟圣经辅导做一个连结的时候 它完全是一个天衣无缝的东西 它可以把我们神学跟生活的 那个断层把它连接起来 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想到门训的时候 我们想到更多的是 我们要教什么课 我们要培养 培训什么东西 我们的事工应该要怎么样发展 我们一想到的很多的都是知识上的东西 那这个其实跟圣经里面 基督耶稣教我们怎么做门训 是非常不一样的 如果你看一下耶稣他怎么带门徒 他难道只是坐在那里说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神学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圣父 我们来讲一讲圣灵应该是怎么样吗 不是 他们是一起的生活 他们有讨论 他们有耶稣的教导 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个关系里面所学习 所被耶稣所建造 所以当我在讲到这个门训 我不是在讲到这个我们比较多教会可能现有的一个模式 来做一些的教导 我觉得门训更多的是一个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一个交流 当然这个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 当然神学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的圣经辅导 神学也非常重要 所以当然如果我们可以把门训跟圣经辅导有一个很好的连接的时候 因为一个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事情 圣经辅导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去看事情 从问题开始看到神的话语 那门训从神的话语开始想到我们怎么去应用在生活里面 这样子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连接 因为我们知道神学它不是只是一个科目 它不是只是为了一些我们有很聪明的人才有的 神学它基本上对我来说 它就是一个对圣经的一个总结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好的神 我们的神是祂做了什么东西 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神 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神里面找我们的身份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所以到如果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 神学它不是一些空洞的东西 神学不是一些高僧 只有某些人才可以理解的东西 神学是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面 我们都可以应用活出来的东西 所以到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结合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神学很生活化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同时当我们把神学跟门讯结合起来的时候 它可以挑战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 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想的东西不一致的地方 让我们去开始活出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就活出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那至于在小组里面 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圣经辅导跟小组做一个连结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的小组 我自己对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小组的观察 基本上小组都有一些的模式 他们有一些他们来针对的是查经式的 或者是有一些是 更着重的是一个团契的一个生活 小组它不是只是说让我们来 然后我们就把椅子摆出来 把东西摆出来 我们就吃喝谈话 然后就算了 小组它也不是只是说 那我们就来继续再讨论神学的地方 当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可是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认识的神学 我们的信仰 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而且其实小组 某个程度来说 健康 健康比较健康的教会 在我们讲台上讲的信息 跟我们小组的一个 都是应该有一系列的观念 都是有连接的 所以在小组 既然是在一个小组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落实地把我们的神学 活出我们的生活里面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就刚硬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 活出这个样式 不单只是说我们只是团契 我们是不是可以聚在一起 学习神的话语 来做出一个互相 彼此劝勉的工作 那怎么做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在看雅阁书 雅阁书 他讲到 就是说 我们落在百般的思念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那我有时候会看到 有一些教会里面 我们就做查经的工作 我们来解释这个原文怎么说 然后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 那可是如果我们把圣经辅导的元素 也加进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着重的不是说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都生活在这个苦难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过一些的思念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很个人化地去思考 那到底这个怎么样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 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不可以就开始去问一些很个人的问题 比如说你最近遭受了一些什么的苦难 你最近面对了一些什么的挑战 那你怎么去看这些挑战呢 那在你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 你的喜乐从哪里来 那我们怎么样看待在这个挑战里面神在哪里 所以透过这些一连串很个人化的问题的时候 它帮助我们更加思考我们在面对这个试炼的时候 雅各书是这样子说 可是我们怎么样做得出来 有时候我们说圣经讲得非常容易 可是那我们到底怎么活出来 其实是需要弟兄姐妹的一些的讨论 我们一起的学习 彼此的鼓励去活出这些的东西 那可是有时候在小组里面你会发现 有一些人他会说 我不是很想要分享我自己个人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在建造小组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元素 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小组 让这个小组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不单只是面对表面的问题 我们不单只是说 当我说我现在找不到工作 我现在生活有困难 我们只是面对这些表面的问题 我们更加多的是深入到深层里面的问题 我们来彼此的学习怎么样去安慰对方 怎么样帮助对方在我们的试炼里面 在我们的低谷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有大喜乐看到了神 那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很多时候是需要有人愿意 当然如果大家都是说 我们在讲表面的东西的时候 有人愿意可以先把自己敞开 去分享自己的一些的状况 那其实这个是需要有人很勇敢地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大环境里面 大家都是讲表面的东西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愿意去讲这些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有很多的 很试验的 因为你不知道人家会怎么样去看待 你所分享的东西 可是我会说 当然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比较深入地 去分享自己的挣扎的时候 这个文化慢慢地就会带领这个小组慢慢地改变 愿意更加深层地去分享 不单只是表面的东西 而是深层次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在我过去做辅导的时候 我虽然有在教会里面做培训 我有在教会里面做辅导 可是我做的更多的是在社区里面做辅导 那我在社区里面 我在所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需要有很多的经验 那时候因为在上课 那然后也有功课 或者是执照的一些要求 我就在社区里面做辅导 在社区里面做辅导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是不信主的一些的团体 那所以我没办法 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人家传福音 可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在社区里面 跟一群人做辅导 那很多人他都不是基督徒 我可以说在我的辅导的过程里面 我可以说 我十个辅导里面 我大概有九个 我可以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很好玩的是 你帮助人家 不单只是帮助人家解决他的问题 其实在帮助人解决问题的过程里面 我邀请他去认识神 去看到神 去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 去愿意来帮助他 来改变他 那当然不是说我去传福音 在这个十个里面有九个 我可以去传福音 他们每一个人都信主 可是起码我愿意 起码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在去做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 我们圣经辅导所学的一些的东西 放在我们的传福音里面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除了我们告诉他神是谁 耶稣为他们做了什么 其实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帮助他这个人认识到 他有多么的败坏 可是如果你一走上去就说 你多败坏 人家都不想要再听你再继续讲下去 可是如果你可以在他的挣扎里面 让他看到 没有他想象的 他那么可以控制所有的东西 我们在他的挣扎里面 帮助他看到 其实他没有他想的那么好 他跟他的丈夫 他跟他的太太 他跟他的孩子一样 都是有问题的 都是需要改变的 然后我们再去邀请他 去帮助他看到 可是他可以从神里面去寻找盼望 而不需要靠着人去寻找盼望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渠道 帮助这个人认识他自己的败坏 可是同时给他看到 他可以在神里面寻找 那个确据跟盼望 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那个传福音 就更加有果效 因为我们帮助这个人 就是帮他跟神有一个亲密的连结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几点以外 就是说门训 小组或者是传福音 这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要不要做圣经辅导 要不要让这个圣经辅导 来帮助这个教会 成为教会的事工之外 我们首先也要想一想 我们教会的特质是什么 这个特质我会分成是外在的特质 跟内在的特质 外在的特质更多的是 比如说我们的群体是什么 有一些的教会 他可能更多的是在大城市里面 那他可能面对的群体 更多的是一些的打工的人 或者有一些在大学旁边 可能面对的是大学的一些的学生 有一些可能他比较 他的群体更多的是老年人 所以这些的群体我们要思考 那他们需要的一些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以前在一个教会里面 他的那个教会更多的 就是一个大学生 那就知道这个大学生 他们来了四年之后 大概大部分人他们都会离开 那这样子会给教会 带来一些什么的影响 那有一些的教会 他们偏向的就是更多的是 青年的家庭 就是三四十岁的一些的家庭 跟一些的小孩子 那他们需要的事工 跟比较多老年人的一个教会的时候 他们需要的事工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可是不要只是停留在这里 让我们去看一下他 这些外在的特质里面 我们教会内在的特质是什么 那这个很多时候我会说 很多的牧者或是同工 我们更缺少去关怀去想到 他们可能需要的一些内在的特质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到这些家庭里面有小孩子 那这个是外在的特质 那他内在他需要一些什么 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是学习怎么样去 怎么样做一个 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小家庭 他可能面对更多的问题是 这个年轻的家长怎么去带孩子 那他们可能更多的需要的是 不单只是说 只是教导孩子的成长 那还有就是他们可能婚姻里面 他们也需要有一些的帮助 那或者如果这个的教会 他更多的是一些大学生的时候 这个是外在的东西 那他内在的这些大学生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他们可能面对的是交友的问题 他们可能面对的是找工作的问题 他们面对的更多的是 可能是他们身份上的问题 到底他是谁 那在这样子的人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考虑 不单只是停留在人的需求上面 我们也开始去想 人的需求下面 这些人他们可能会面对的一些的偶像是什么 他们可能会碰到的一些的焦虑的问题 他们着重的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这些刚刚起步的这二三十岁的时候 他们可能面对的焦虑的来源 可能是找工作 交朋友 面对工作上的压力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那这些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去细看 然后我们再想一想 以一个整个的教会 小组 主日学讲到我们怎么样去可以帮助我们的教会 那在我们去想一下 到底我们需不需要这个圣经辅导的这个事工 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去想的是 在我们做这个事工的时候 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人 跟我们是志同道合 我们一起愿意去服侍 一起去做的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 我们可以一个人做一项的事工 就好像这个大会一样 也需要有很多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可是一起的去服侍 可是我们同样的都有看到同样的意向 所以当如果我们看到 说教会里面都没有很多人 他们愿意支持 可是他们也没有说 我们很愿意的参与这个事工里面 我的建议更多是 那我们就慢下来 把这个过程慢下来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传递意向 因为知道这个教会不是你一个人 这个事工也不是你一个人 如果神真的是要这个教会 有这样子的一个事工 来帮助这样子的教会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一个团队一起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如果你发现 好像没有人有太大的响应 或者人家的响应都跟你不太一样的时候 那可能我们就需要慢下来 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传递意向 我们跟神祷告 希望神可以兴起跟我们有类似意向的人 我们可以一起服事 同时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教会 无论是在小组上面 或者是在公开场合 或者是在个人上面 我们去分享这样子的意向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做的是 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告诉别人 我们怎么样被圣经辅导而改变 所以这个圣经辅导是有多么大的价值 如果我们一心就想着 我要把这个事工弄好 弄好 那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看中的就是一个事工 而不是真的是帮助人更加的认识神 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因为我一直在强调 圣经辅导它不是一个方法 它不是只是一个事工 它也不是说 有这样子的事工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成功的教会 还是怎么样 它就是一个关系 它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当我们生活的方式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来见证神 来见证这个圣经辅导 怎么样改变我们的时候 久而久之 人家也会看到 圣经辅导的重要性 生命树去年才开始成立 去年应该不可以这样 生命树去年才正式的 让大家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机构 可是你知道生命树的成立 如果我们要算历史的话 可以说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 因为我们有几个的同工 我们当时因着我们自己的生命 被圣经辅导的改变 我们上了这些的课 我们上了神学的课 我们的生命被它翻转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辅导多好的东西 我们希望可以去跟人家分享 所以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一些的改变 然后当改变的时候 我们希望可以 我们几个人聚集在一起 有时候我们就去分享 神给我们的改变 我们彼此的一个鼓励 彼此的扶持 然后有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帮助 然后在大概五年前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开始说 好 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祷告了差不多四年五年 所以去年才正式的开始 去做一些的事工 那我很感谢神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虽然如果以一个事工的成功度 跟快速度来说 我们其实不快 而且我们其实非常慢 可是就好像我说的 因为圣经辅导 它不是一个方法 要怎么样可以很快的 有几百万人的一个运动 更多的是一个生命 与生命之间的交流 生命怎么样被神所改变 所影响 这个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我跟另外一个教会 其中一个教会的主要童工 有分享 那他自己是在做 在教会里面 专门是做圣经辅导 负责的一个负责的童工 那他就跟我分享 他怎么样在他的教会里面 去有这样子的一个 圣经辅导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工 他说他其实在教会里面 他传递了这个意向 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人家 他不知道为什么人家没有马上的接纳 可是他就在那个教会里面 做传道人开始 不断地去跟人家说 不断地在主日学里面去教导 在他有机会的时候 尸体下跟人家去传递这样子的意向 那总共到五年之后 他们的教会才正式地有一个 圣经辅导的一个这样子的事工 那他说 虽然圣经辅导有这样子的事工 从五年之后开始 那真正地让整个的教会 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从墓者到同工 到执事 到长老 到甚至慧众 认识到这个圣经辅导的重要性 大概经过了十年的时间 那他跟我分享他怎么样去帮助 就是说 在他有这样子一个圣经辅导 这样子的一个事工的时候 他开始去帮助一些的弟兄姐妹 去面对他们生活上的挣扎 那然后他们走出去的时候 他们 他们比如说有抑郁 然后他们走出去 他们的抑郁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 他们就用他们的生命 来去跟人家说 来做一个见证 来告诉其他人说 这个圣经辅导真的是可以帮助我 让我看到的 比我以前想要的是 想要有一个美好的婚姻 可是现在我有的更多 因为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那同样的他跟我说 他刚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因为生命受到影响 所以他们很认同圣经辅导 那可是在那个长职里面 虽然他们愿意让这个圣经辅导在教会里面 有这样子的事工 可是他们不太认识 只知道那些的长老娘 牧师娘 师母 他们认识到圣经辅导 怎么改变他们的时候 改变的不单止是长老娘 或者是一些执事 或者是师母的一些的生活 同样改变了他们的婚姻 让这些教会的一些的牧者 长者看到 原来是这样子的 原来圣经辅导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才很愿意的 去参与在这样的事工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是一个十年的工作 所以我想要这样子说的时候 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看到 当我们希望教会有这样子的事工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马上就可以成行的东西 我们需要经过祷告 需要有一群的人来站在一起 我们一起的去做一些改变 因为圣经辅导它不是一个方式 它不是一个成功的钥匙 它最重要的是一个关系 一个生活的态度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要让大家思考的是 当我们做这个圣经辅导 我们说好哇 这个圣经辅导真的可以改变生命 那我们愿不愿意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愿不愿意活出这样子的一个样式 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同工 教会的长职 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榜样 活出这样子的一个样子 那我的意思不是说 那你就一定要完美 你一定要没有问题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很完美 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看到人所有的时候都是很有耐心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基督也不要来 不需要来 因为你都可以做所有的东西 我所说的是恰恰相反 很多时候在中国的教会 他们会营造一个气氛 觉得长职一定是要有一个样子 一定是不可以犯错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看到 长职里面它有错误的东西 或者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可是其实不是 作为长职的 作为教会领袖的 我们愿不愿意谦卑地承认 我们就是有问题 我们愿不愿意承认 我们有问题的同时 我们继续地求神给我们帮助 给我们力量 去改变我们这些的东西 记不记得我昨天讲的 那个青少年那个例子 他讲得很对啊 我们可以不可以就很诚实嘛 为什么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需要戴着面具去活呢 如果神 他真的是那么有能力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在我们的软弱里面 承认我们的软弱 更让其他人看到 神他的能力呢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 透过这几个问题 或者就是这样子的 一系列的一些的 我说的一些的分享 让大家看到 圣经辅导它不是只是 一项的施工部 它是福音在行动 那圣经辅导它不是只是一个 只是讲我们生活应该怎么做 它更多的是一个脑跟心的一个联合 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些的真理 很生活化的活出来 那我们到底应该可以 我们做什么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回去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 我们传扬它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诫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 或者贴撒洛利家前书五章四十四节 我们又劝弟兄们 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勉励灰心的人 扶持软弱的人 也要向众人忍耐 其实如果你看基督 他在面对人的时候 他有不同的方式去教导人 他有不同的方式宣讲他到底是谁 他有不同的方式引到这些人来看到耶稣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章 我们讲到尼哥迪姆跟撒洛利亚夫人 他面对这两个人的时候 他用的就是不同的方式 我在这里我不是想要去解经 或者是做更多的东西 我只是想要给你们看到 当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 当我们怎么去教导人的时候 是用很多不一样的方式 为了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针对着神学 我们要做的是要有一个神学的一个大框架 可是呢我们是要以学生为导向 着重在改变生命 你看看尼哥迪姆 他是晚上的时候去找耶稣 可是撒玛利亚夫人呢 是耶稣亲自地走到那里 在大白天的时候 耶稣告诉尼哥迪姆一个非常清楚地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 可是耶稣他邀请撒玛利亚夫人 跟他告诉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你看是不一样的 耶稣告诉尼哥迪姆说 你们必须重生 然后他着重在哪里 他就是说 不要以为稀奇风吹着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从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可是当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夫人 在讲到这个重生 到底这个真理是什么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 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 你必早就求他 他也必早给你活水 当尼哥迪姆跟撒玛利亚夫人 他们看到的都是一些 身体上的一些的东西 水 这些的实质的东西 那然后耶稣帮助尼哥迪姆 看到一些更深层的意识 让他看到 他就引用摩西说 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 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 可是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 他却不一样 他帮助他看到 他真正应该要服事 要敬拜的是谁 所以如果你可以看耶稣 对尼哥迪姆的时候 他是一开始是一个拉比 然后呢 他最后要彰显的是神 他是神的儿子 可是耶稣对着撒玛利亚夫人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口干 需要水喝的一个旅游 在旅途当中的一个人 然后呢 这个撒玛利亚夫人 看到他是一个先知 可是耶稣要告诉他 他是一个尼赛亚 所以我们在我们去教导这些神学上的知识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学生 看到这些的知识 看到神 怎么样跟神有一个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在我们着重的一个培训 那当然可能在神学院方面 可能在其他的一些培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可是针对着在圣经辅导的一个培训的时候 我们讲的 虽然我们很着重神学 我们也觉得神学是非常重要 可是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 我们要来跟你吵一吵 因而洗礼还是不因而洗礼 这些一些小的细节的问题 我们更着重的是在一个神大的框架里面 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希望人 虽然就好像耶稣 他有同样的一个信息 可是他用不同的方式 那他为什么会用不同的方式 他怎么选不同的方式呢 他是看那个人 他跟人家交通的时候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这个学生他需要的是什么 同样在我们做培训 在我们把圣经辅导 融入在这个门训 或者是那个小组的时候 我们看中的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也是看中 这个以学生为导向 那他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人 他可以有生命上的改变 如果他只是 你跟我变我相信了 我知道了 我只是一个脑子里面的转变 那这个还是不够的 因为如果没有生命上的一个转变的时候 那我们还是跟神邀我们去的那个地方 还是缠了很多 那在我们在做的一个圣经辅导 我们的培训我们大概分成四大块 我们着重我们看中的东西 我刚才讲 当然神学非常重要 那有一些 刚才我讲那个教会的一个同工 他在着重在做这个圣经辅导的时候 他的经验里面他就跟我分享说 他发现刚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他教会以一个说 我们来带一个圣经辅导的课程 他很多时候就会被人 当然有些人会来 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 我不要来 因为很多时候人家一听到辅导 他们很直接都觉得 我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才需要辅导 可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听得到 就是在我们在讲 我们为什么要辅导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们有问题 我们才要辅导 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 我们就需要辅导 辅导的那个过程 那个样子 就是应该是我们彼此的一个劝勉 我们怎么样可以把神的话语 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帮助人 鼓励人 劝诫人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辅导 所以那个同工 他对我们的 就是他给我 他自己过来人的建议 他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 还不太知道 这个到底什么是 圣经辅导的时候 他学习到 他就与其说 这个是圣经辅导的课程 他建议说 这个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课程 那的确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看 我们在讲 这个圣经辅导是什么的时候 那的确是一个 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 一个方式 一个学习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 我们讲到这个神学非常重要 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个神学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去神学院的时候 其实我的目标非常简单 我看神学院的宣传 就是有一些什么科目嘛 有一些什么学位可以拿 我当时的想法就非常简单 我希望我可以用最短的时间 把这个读出来 那就算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很想做的 就是说我希望很快 我就可以回到父母的身边 所以当我知道神 神感动我 让我说我要去学习圣经辅导的时候 对我来说 这是已经是 就是好像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就是本来不是我原意想要去做 可是神让我在不同的方式里面看到 那我的确需要有神学的装备 有辅导的装备 所以当时我就想 好 我这两天就读完 所以我当时报的就是一个MAR的课程 可是在我上第一个学期的课 它有很多系统神学的介绍 然后还有圣经辅导 上一些基础的课程 在那些基础的课程里面我发现 我虽然信主了很多年 可是我对神完全没有系统性的了解 我根本不知道到底神是谁 这些的课程帮助我 发现我的生命 跟我认识的神 跟我的神学是一个断层 同时它也帮助我看到 我以为我很了解人 我以为我很了解我自己 我以为我很了解神 其实我都没有 那这些的课程 它从一个救赎的历史来告诉我们 创世 堕落 神的救赎 跟神在来的时候 它怎么样 从神学的那个角度 应该是怎么样 不单只是这样子 它同时也帮助我 想 帮助我看到 这些的 神的这些救赎历史 怎么样跟我的生活 是有一个紧密的联系 比如说 它在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 它帮助我知道 我是活在神的世界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行 祂是掌权的 那如果我从一个实际的 一个生活式的一个来 怎么去看待呢 它帮助我看到 到底什么是人 人的本性是什么 人应该是要怎么样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应该是怎么样 同时当我们学习到 这个堕落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 那就表示 我认识到 我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有罪的 那举个例子 我就会了解 我会理解 当我有一个受辅导者 他来告诉我 说他因为他的爸爸 因为癌症过世 然后呢 因为他妈妈又突然间 又因为交通意外也过世 所以这个孩子才十岁 他就突然间 在短短的两年的生命里面 他失去了两个最亲的人 然后他现在要跟他的祖父母住在一起 这个因为堕落的时候 人也犯罪 所以当如果人来接受辅导的时候 有一些人 他有一个妈妈 他有四个孩子 那他有一天 他跟他丈夫结婚了十五年 他因为在家里照顾这个孩子 所以十五年里面 他都没有上班 突然间有一天 那个妈妈起来的时候 就发现他家里 他老公跑掉了 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了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是有罪的 人是犯罪的 同样 我们也是罪人 我们也有做错事情了 有一些东西 在我们刚刚开始 都觉得是一些美好的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认为美好的东西 代替了神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是夺取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在活在的就是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 但如果我们从这个神学去看的时候 让我们去想一想 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罪跟苦难 我们可以怎么去看待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就是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 我们这些人就是会被人的罪所受到伤害 我们这些人我们活在这个罪里面 我们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 因为我们就是犯罪 那同样 这个救赎神的 耶稣的来救赎我们 他也有一些很实际的一个生活的应用 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改变是应该怎么改变 我们可以怎么样改变 我们的答案应该从哪里找 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同样 当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新天新地的时候 他给我们的不是只是说 我脑子里面知道将来有新天新地 而是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是有盼望的 我知道我的盼望在哪里 这个盼望不是只是当指着 我对将来有盼望 而是因着这些的盼望 我可以把那些的盼望 活在我现在的生活里面 所以当我们在讲一些神学的那些知识 已然未然 还有其他的一些神学的东西的时候 它不是只是一些神学的术语 它是真的是可以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它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有一个紧接的 很紧接的一个连接 所以当我在去看这些的时候 在第一个学期 我学习到这些东西 我突然间觉得我非常非常需要神学 因为如果我神学都不扎实的时候 我对自己不了解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人 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人 所以在第一个学期 我记得我还没有上完的时候 我就跟学校说 我要申请就转到一个MDEF的 就是盼学的措施的课程 因为这样子的时候 我才可以有更好的把握 给我更多的机会去学习这些的神学 然后再思考怎么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 那陈牧师之前在说 我是学霸还是什么东西 你就不要听他乱说 因为其实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太好 如果你是以中国人的标准的时候 我完全是不及格的 因为中国人的成绩都是 所有的都是要A 那我肯定是没有 可是我在神学院里面 我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因为我第一年的那个转变 让我知道 其实当然有A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更加在意的是 我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活在我的生活里面 那所以呢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是我每一个学课里面 我怎么样知道 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学会这些东西 是让我可以想得出 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学课里面的东西 有一个或者两个东西 我可以应用在我的生活 那我就觉得 如果我可以真的是应用得出来的时候 那我就是学到 那同样的 当我们去看这个人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可以帮 这个神学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 去看一个这个人 也是非常重要 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六章第十一节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尽成圣称义了 他这里有三个字 他这里有三个字 洗尽成圣称义了 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在 我们的身份 完全不一样 因为主耶稣基督 那这样子的时候不是只是说我的身份不一样 那我活出来的样式 应该是怎么样 所以当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 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人 他是一个罪人 他是一个受苦的人 可是他同时 他也是一个被神所拣选称义的人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人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用一个一单方面去理解这个人 因为当我们是用一个单方面去理解他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个很立体的人 变成一个很平面化的 那同样当如果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 也会使基督的常阔高盛的那个爱 会显得很遥远 很软弱 很不切实际 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做圣经辅导的一个培训 我们需要帮助的是一个 帮助这个学在教导的时候 是一个学生的一个品格 需要有一些的改变 如果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改变生命改变心》这本书 那那个作者 那个大卫鲍利生 如果你见过他 你认识他 你会说他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老师 一个教授 我从来没有见过 有一个比他还更温柔的一个男生 可是他的温柔又不是没有智慧 他非常谦卑 他非常爱神 他非常爱人 我记得我那一年第一个学期上他的课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因为他那堂课大概就是做满了整个礼堂 大概有五百个人 然后第一天他就教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要照相 那时候我还在那里纳闷 干嘛要排一个队也要照相 后来他解释 他照这些相就是为了把我们的名字记住 把我们的样子记住 这样子他每一天为我祷告 为我们祷告 那我我其实没有太过在意 因为我觉得好啊 你这样子说 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有为我祷告 可是呢 后来一个月之后 我有一次就是十月多的时候 就是上课已经上了大概六七个礼拜 那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要去问他 他可以非常准确地说我是谁 那如果你昨天听我讲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 我宁愿人家都看不到我是谁 可是对他来说 他对我来说 他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我是谁 他又很愿意地去听我问他的问题 然后再做很多的解释来关心我 这个让我看到他的生命跟其他人有一点不一样 起码跟我不一样 不是因为他的有记忆力让我觉得 啊 原来他很好 而是他对学生的那个尾声 他怎么样 爱神 他的那个 他有很多很多的那个 他有很多的才能 他有很多的知识 可是他又非常谦卑 他让我看到的不单只是 他神的仆人是这个样子 他让我也看到神的爱 是应该是怎么样子 所以当我在这里说到 学生的品格我们需要去培养 培训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心 会影响了我们的事工 同样或者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说 我们的事工怎么样 其实他也会彰显我们的心 到底是怎么样 你看一下彼得 如果从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的时候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 那些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 甚至连巴达巴也随果装甲 他把他自己跟这些外邦人分开 因为他害怕 他的行为影响着其他的人 那你再看一下彼得 在彼得前书三章的时候 他在讲到他因行善而受苦 然后十四节他说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 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危下 也不要惊慌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会这样地说 因为十五节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神 这就是他的盼望 所以他可以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人 你看一下从以前 害怕的彼得 甚至承认他认识神 不愿意跟这些人在一起 到他的态度的改变 他的事工是不一样 因为他的心就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在说 我们要做很多的事工 我们要去关怀人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在我们做这些之前 我们首先先想一想 我们有一些什么东西 是需要被神改变 需要被神翻转 有一些什么东西是你觉得 如果我没有这个东西 我就完全不行了 在你生气的时候 你到底想要一些什么 你到底最害怕的是什么 你最爱的是什么 你的盼望 你的事在哪里 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培训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是一个关系 这个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在做辅导的这个培训的时候 这个品格也非常重要 我们讲的这个品格 讲的是我们的属灵的成熟度 我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 我们谦卑 我们是否谦卑 那另外一个 我们在讲到圣经辅导的一个培训 我们要着重的是 人际关系的一个技巧 我之前在教 以前我在做很多 就是孩子的一个辅导 我发现现在孩子的一个毛病 或者不是一个毛病 一个短促 是他们缺少聆听的能力 不单只是这样子 其实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 我们要说我们要说的 可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怎么去聆听别人的需要 别人的苦难的东西 其实聆听的技巧也是需要学习 那同样这个人际的技巧 还有的话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爱里面说诚实话 爱里面说诚实话的时候 不是说我看到你 我就要把所有的东西马上就跟你说 因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有时候我们要劝诫人 有时候我们要鼓励人 有时候我们要提醒人 这是不同的方式 那到底我们要用哪一种方式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要看这个人他需要什么 那个时间是什么 那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学习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我觉得在圣经辅导里面 我们所做的培训 它不是一个 不单只是一个课堂形式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样在社群里面成长 那这个社群里面成长是两层意识 第一个 我们怎么样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第二个 我们社群的成长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弟兄姐妹 越来越亲密 我们没有一个人 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成圣的过程 我们都还是在不断地去学习 我们都还是在不断地去改变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需要别人给我们的提醒 别人给我们的安慰 同时我们也需要提醒别人 安慰别人 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可能想要做一些 圣经辅导的一些的培训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考虑从这四个方面去想 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这样子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像神 越来越有神的形象 那怎么样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呢 如果只是靠我们只是一个礼拜有一天 我们来上课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够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还是着重在头重脚情 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 生命与生命的一个连接 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 是真的是一个关系 真的是一个彼此建造的一个状态 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神学更生活化 那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小组 我们的教导是应该要有教导那层面 可是也需要有讨论的那个层面 那这个也是我们中心的一个 一个想要帮助教会所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希望教会可以 我们可以帮助教会更加的认识 怎么样可以在自己的教会里面 带领自己的教会 用和服圣经的一个方式去处理教会的问题 怎么样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 越来越成长 越来越像神 那 举个例子 好像比如说 在我们中心里面 除了我们在做辅导之外 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中心也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提供督导 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些 我们有五个辅导员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督导的工作 我们一起去讨论个案 那然后呢 除了就是个人的那个督导之外 那我们还有一个集体的一个督导 那这样子的时候 除了讨论个案的时候 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是以圣经的话语 我们来彼此的勉励 彼此的来去思考 神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改变我们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可以建立一个 更深一层的一个关系 因为那个关系不是只是 我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事工上面 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 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里面 就是说到如果我们以后 不在这个教会了 不在这个事工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在我生命里面有好几个人 似乎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虽然我离开了那个职位 虽然我离开了那个地方 可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又好像是几十年没有见的 我可以讲一些很深诚实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已经有经过这样子的 时间的那个考验 我们怎么样去有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那我看过很多的不同的一些的 一些的书籍在讲到我们怎么去做 一些的圣经辅导的一个培训 那有一本书他做了一些的统计 那他说基本上做这个圣经辅导的培训 在教会里面 最短的是有几个月 最长的有三年 那他们会建议就是说可能在大概 就是在一年半两年的那个状态里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圣经辅导的这样子的一个培训 帮助弟兄姐妹更加地认识圣经辅导 帮助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去认识别人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首先自己先被建造 那在建造的过程 那就是变成是刚才讲的有神学上的一个建造 然后还有一个品格上的一个改变 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活出神的样式 那同样的也在这个群体里面 因为是一个小组的形式 可以每一天 就是可以 不是每一天 可以经常性的有固定性的 去可以 不单只是讨论个案 更多的是看一下 我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个人 对方 可以去有这样子的一个成长 所以当如果 基本上就是说 想要讲到 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考虑教会怎么去做的时候 希望大家可以 可以以自己来为考量 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加入在我们自己的一个施工里面 当保罗在讲到怎么样才为是好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领袖 他当然他有讲到我们的各品格 他有讲到两方面 有一个品格 然后还有一个技巧方面 当然技巧的时候他讲的更多的是 我们怎么样有能力去教导 可是这个教导 不一定是代表说 就是有一个 可以讲45分钟的一个讲到就是好的 而是他怎么样可以应用神的话语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帮助人应用神的话语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这个是他认为领袖应该有的 可是你看到他在提摩太前书 或者提多书 他在讲到更多的一个领袖应该有的 是我们需要有 有爱神的心 我们应该成熟 我们怎么样去活出神的样式 那希望我们在这里讲到 这个圣经辅导这个培训 或者说圣经辅导跟教会的这个连结的时候 希望弟兄姐妹看到的更多的 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有一个 好的一个圣经辅导的事工 更多的是想我这个事工 怎么样可以帮助我自己 同时帮助我教会的弟兄姐妹 越来越爱神 越来越向神 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的时候 在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 人家的一些的生活上的一些的艰难 我们才可以从神的一个视角去看这些的事情 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那等一下在休息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我有一个短短 大概五分钟的一个 对我们生命术的一个简介 那我们可以 就是如果你们休息的时候 愿意的时候也可以看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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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决于静 决于静 决于靖 决于静 刚才那个高是假象 大家可能看不太到 你要去讲 你就读出来 大家看不太到 你就读出来吧 后面看不到是吧 就读出来 好 那在这里讲到的就是 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个简介 讲到就是说 我们对心理学有一些什么样的批判 虽然我是学心理学 那在讲到就是说 很多时候心理学更多的是以人本为中心 过分的简化的应用的圣经 然后来理解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问题 那所以呢会产生的一个后果 就觉得圣经没办法去帮助我们 解决我们生活的一些的挣扎 那生命树我们想要面对的 一个三大的问题 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在护教上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教会 帮助弟兄姐妹更加认识心理学 怎么样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有一些人他们会更多地去批判心理学 可是心理学有时候 它也会有一些好的一些的观察 我们是可以拿来用的 另外一个是在牧养上 我们希望对一些精神疾病 比如说抑郁啊 焦虑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可以实际地喂养他们 那以前可能在教会里面 因为对这些东西不太认识的时候 会造成一些具体面对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帮助 已经有神学装备的弟兄姐妹 知道怎么去牧养这些有需要的肢体 那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可以做的 就是培养更多的一个圣经辅导的工人 那很多时候在现在的状况 他们有一些牧者 他们有很好的一个神学基础 可是他们没有很多的一个临床的经验 那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一些的弟兄姐妹 他们愿意往这一方面去走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些的督导和帮助 那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跟不同的教会 有配搭 可以帮助教会去培训长者 牧者 同工 甚至弟兄姐妹 更加地认识 怎么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 那我们最近的施工虽然从去年开始 可是我们都一直在做辅导的工作 那我们现在有大概五位的一个辅导员 那我们做的是面对面 那有时候也因为地狱的严故 我们也做网上的一个服饰 那同样的在做培训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做一些一般性的 议题性的一些的教导 或者是有邀请我们去就是带领一些的退休会啊 或者是一些夫妻营的话 只要时间许可的话我们也会做 那还有另外一个做的最比较多的 我们是有一系列的一个课程 希望来可以帮助一些有志想要成为 专门是做圣经辅导的一些的弟兄姐妹 希望他们来可以上这些的课程 然后我们强调的是实践跟生活的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除了有个案之外 我们有上课 有个案 然后我们还有督导的一些的时间 那我们的长期目标 我们不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的中心 我们希望在各国 全国各地有更多的人 有更多的教会可以一起的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运动 在他们自己的一些地方 他们 神呼召他们去的地方 去做这些的辅导的工作 那我们刚才讲辅导的内容 它有个人的辅导 有不同方面的辅导 那我们五个的辅导员 他们都是有不同的经验 做不同的事工 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其实也接到有一些个案 是非信徒的 那我们也只要他们愿意 我们用圣经辅导的方式的话 那我们也会做 那我们的辅导跟其他的机构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我们强调的是在辅导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个培训的机会 所以只要这个辅导的人愿意的时候 我们就会请 就是如果他愿意 然后他又愿意签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让他 我们就会有一个录影的过程 那就是这些的录影 以后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我们更多的一些的师肢的材料 那另外一样我们很想要做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地开始在做的 是我们希望可以给中国教会提供一些更严谨更扎实的一个神学 跟圣经的一个基础的时候 我们开始去回应一些社会上的议题 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的翻译 我们有一些的写作 一些的出版 开始去面对 深度地面对 现在当今教会所面对的 很多的一些的人 我们社会里面看到的一些的问题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更加地把圣经辅导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可以更合适中国的一个群体 来做多一点的研究 来去想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我们觉得很重要 希望教会里面也可以帮助 其实在讲到辅导的时候 更多的是面对一些 已经在生活里面有挣扎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婚姻问题 比如说小孩子心理的疾病等等的 可是其实我们更多需要做的是一个预防性的工作 比如说在结婚之前 我们可能有一系列的可以一些的培训 可以一些的帮助 可以一些的帮助 这样子的时候 不是说他可以解决他婚姻上的问题 可是起码可以有一些的预防性的工作 或者是可以有一些的亲子的一些的教导 也可以帮助 那我们最近 中心最近做的是 我们一开始有一个公众号 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一些的更新 针对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些的议题 有一些的小短文 有一些的翻译等等的东西 那如果你们对我们的施工 有问题的话 或者是对我们想要认识更多 欢迎你们可以关注我们 那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很愿意参与 那我们希望你们可以在金钱上 在事工上在人力上更多的参与我们的一个工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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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